字幕提供 給我乾淨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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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才接到我姊姊的電話 她就打電話跟我說 她的同學住在斗六 全班班上天天都在咳嗽 你們快點想辦法好嗎 殺人犯 她殺一個人就已經 就已經很嚴重了 但六情她是每年 就是1600 造成1600個人 離癌 政府 那這樣子她應該受到 制裁嗎 目前雲林縣因為受不了中央 中央一再的默示這些六情污染 已經定定了這個自治條例已經通過了 那如果中央政府 持續的駁回 沒有要讓她通過的意思的話 那是不是就代表說中央政府的意思就是 可以讓六情繼續 繼續污染人民 染美美國肺炸醫學 她會給她宣布她就是毒氣 所以今天她六情 她不是染美而已 她還實話 她還不要聊天 加加做的 那是很重的 那我們今天來總統的目的就是要想辦法 請總統要協調各部會 經濟部還有那個什麼環保署 還有相關單位的話 儘快讓這兩個法案能夠通過 一個是禁燒石油膠跟生美的自治條例 一個是設備也見不優勢 就是揮發性有機物的那個管制跟禁燒條例 因為雲林縣政府之前提出來這個自治條例 被這個環保署打槍 所以造成目前台中市議會也卡關了 那這個卡關我覺得這個不是這個議會 或者是這個中央與第一地方權責的問題 這應該是全國性的問題 空氣污染的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這麼簡單的 我們要好空氣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它就是政治問題 因為我們的政治太壞了 因為我們過去的政治 都一直認為經濟發展最重要 經濟發展可以犧牲一些人的利益 可以犧牲很多的東西 可以犧牲我們的勞動 犧牲我們的環境 一切都是為了發展 為什麼事情這麼嚴重了 可是我們的政府好像 都沒有看到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他們住在哪裡 住在台北 大家看看天空 藍色的天空 我覺得我一個月 真的一個月沒有看到這麼漂亮的天空了 真的一個月沒有看到這麼漂亮的天空了